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胜场商量 今天的大盘收盘的时候涨了24点 大盘指数呢 收在10506点 听到这个大盘指数 我相信很多人呢 对于做多 对于操作呢 都打了退场股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盘 这个大盘指数呢 太高了 可是我请问各位 不管我们觉得大盘指数有多高 究竟这个盘有没有行情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即使大盘现在在10506点 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 今天的成交量跟究竟呢 股票有没有行情 才有绝对的关联性喔 今天的大盘 它的成交量 我跟大家说 大盘的成交量呢 是1187亿 如果大盘现在在10506点 然后成交量只有500亿 我跟你说 那你说这个盘 它没有行情 我那也有话可说 对不对 可是今天这一个盘 它虽然是在10506点 但是它有1187亿的成交量 这表示说呢 在那今天就有很多股票 它照相半年正地 所以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该做的应该呢 是要贴着这个行情 应该是要贴着这个盘 应该是要去针对呢 不管是在短线还是中线呢 有波段或者呢 能够波动的股票来进行操作 而不是去考虑到底大盘指数现在是不是太高 那么刚刚大家所看到的是今天大盘的分时走势 我要来跟大家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个盘的成交量 对不对 因为成交量它逐步的在放大 或许以前大盘在3000点的时候 没什么人敢买股票 可是等到大盘涨到了6000点的时候 成交量呢 才突破千亿 那虽然指数已经涨了一倍了 可是慢慢的有些阻力 有些中时户 包括散户投资朋友呢 他才醒过来 才睁开眼睛 去看这个行情 对不对 那现在同样的哦 大盘呢 从八九千点呢 现在涨到了一万点 在过去一段时间 也许很多人真的是不动的 真的是不想做的 可是我跟大家说 今天大盘的成交量 有1187亿的水准 所以我们该决定的是什么 不是看大盘指数来决定我要不要做 而是要看这个成交量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盘的一个K线的话呢 各位可以发现 现在整体的融资余额大概是1450亿 所以这个融资最近虽然在增加 可是增加的幅度呢相当的慢 而且呢 它还是处在一个相当偏低的水准 对不对 所以即使大盘来到一万点 未来也不会产生所谓融资断头的问题 为什么 啊不然什么人用融资买股票啊 啊为什么会融资断头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盘的一个成交量哦 大盘的成交量 在最近 它曾经缩下来之后呢 又放大 而且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它其实是有慢慢回升的趋势 那如果有慢慢回升的趋势 我们这个地方放大一点 你们可以看到说 大盘目前来 我们这个位置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说大盘现在呢 它在做一个横向的盘整之后 其实 有机会来突破10545的高点 对不对 如果有机会突破10545的高点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大盘它会往上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 可是我觉得哦 很多人呢 因为缺乏想象力 所以没办法去想象 10500点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行情 对不对 没办法想象10500点以后还可以做多 可是我问各位 如果你预测行情 你觉得行情会怎么走 可是如果要去预测行情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 在8000点的时候就预测大盘要下去了 因为经济那么烂 对不对 到9000点的时候就预测这个盘要崩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这个政府那么不满意 对不对 那现在来到1万点了 难道还要去做预测吗 难道就不能够尊重趋势 而且顺势来进行操作 所以我呢没有预测任何的立场 现在的趋势走多 现在的趋势向上 我就做多 你们再看下去 以这一个大盘的走势来讲 你现在所看到的有两条平线 一条呢是12天的均线 一条呢是50天的均线 那如果我要做多 道理很简单 只要12天的均线 在50天的均线上方 我就做多 只要是这个架构我就做多 不管在哪一个点我都做多 为什么 因为趋势一段行程 涨失在任何一个点 都能够被引爆开来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去分析 目前趋势的架构 如果融资没有问题 如果成交量慢慢的增加 我告诉各位 我们就应该要维持 做多的方向 那如果要维持做多的方向 那接下来呢 在操作上呢 该怎么去做准备 该怎么去管理资金 我们要分成呢 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哦 我跟各位说 第一个部分呢 是在一个波段的操作 第二个部分呢 是在这一个短线 短线的一个操作 那所谓的短线呢 就是数天到数个礼拜 这个叫做短线 那波段的话呢 是期望股票呢 能够产生五成 甚至是一倍的一个行情 那这两个操作的心态 都不一样 所以操作的资金 也要分开来 今天如果你来参加 王梁的会员 我跟各位说 我会提供给你们呢 原则上呢 两档来做这个波段 然后一档股票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 短线的操作 我觉得这样子做 就能够来迎合 未来整个行情的发展 这就是王梁接下来 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波段的部分 王梁在上个礼拜 在上上个礼拜 有带会员去买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做台胜科 如果你问我 昨天台胜科走是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 赞 为什么 因为收盘几乎收在最高点 对不对 大涨了这个四块钱 但是今天呢 我告诉各位 它出现了拉回 那王梁需要 因为它今天出现拉回 就紧张兮兮 需要因为它今天拉回 就改变我的看法吗 我告诉各位 还不用 为什么 因为它整体的技术面的架构 跟它基本面 营收的一个变化呢 都还是维持着一个成长 维持着一个向上的趋势 你们再看下去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代号3532的这一个台胜科 那么今天的台胜科 股价的位置在这里 那为什么 我量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过去的两个礼拜 是代货员买台胜科 因为我认为 它股价已经拉回到 绝对的低档 那如果是要从事波轮操作 我告诉各位 你要有一种气度 什么样的气度呢 你可以设定一个 你要卖股票的条件 如果从基本面上来讲 万一 营收连续两个月衰退 连续三个月衰退 那我要卖 对不对 因为它的基本面 有可能产生变化 另外呢 我们要去设定 它的一个 在技术面上来讲 转弱的条件 那技术面上转弱的条件呢 我告诉各位 你可以去设定 这一整个波段 盘整区的低点 如果这个低点跌破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之前 所有的这个消息面的刺激呢 通通失效 那表示呢 有可能 存在着我们所不知道的变数 可是去影响的股价 所以我们必须呢 要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但是哦 如果营收持续向上 如果呢 这一个技术面上来讲呢 它都没有产生 任何这个主意 需要卖出股票的一个变化的话 我告诉各位 就要能够沉得住气 每一个人 都想要在股票市场里头 赚到真正的大钱 对不对 大家想要赚多少 有的人想要赚五成 有的人想要赚一倍 有的人甚至于呢 希望能够去赚到三倍 希望能够去赚到十倍 可是我请问各位 如果每天股票一震荡 你就紧张兮兮 如果每天出现一个消息面的利空 你就想要卖股票 如果每天呢 盯着美股的动态 美国大跌 然后呢 在开盘的时候就担心 手上的股票也会大跌的话 我告诉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心情 完完全全不可能 真正的从股票市场里头 去赚到波段的大钱 为什么 因为你动不动 就会想要卖股票 你动不动呢 就受不了这个压力 对不对 可是如果 今天我们已经看好 它基本面的发展 比如像台胜科 我刚才告诉过各位 现在中国是不断的 在兴建12寸晶圆厂 当它不断的兴建12寸晶圆厂的时候 它必须要怎样 它必须呢 要购买大量的细晶圆 要不然呢 它这些产人就闲置 产人一旦闲置 我跟各位说 那些投资的亏损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去采购 足够的这个细晶圆 来生产它的一个晶片 那中国是从2014年开始 它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进口总值呢 超过了2300亿美金 2014年开始呢 第一次半导体的进口值 超过了10有 所以这个让中国的政府呢 感到相当的震惊 而且也认为呢 他们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什么事呢 它不能够让它所有的半导体 整个产业呢 都必须要仰赖这个进口 都必须要仰赖这个美国 或者仰赖这个日本 所以它开始大力的来扶植 本土的半导体的产业 也大量的新建12寸晶圆厂 几乎全世界 现在每盖两座12寸晶圆厂 其中有一座 就是在中国 所以这个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这表示什么 这个产业的基本面呢 它的走势呢 也会相当的长 所以你不用急于一时哦 这个营收 以台胜科来讲 可能连续好几十个月 它都在成长 而且不是只有营收在成长 连报价也在成长 对不对 可是这些东西 它会反映在每天的股票吗 如果要这样子 我给你讲 那股票 岂不是忙死 每天呢 都要涨 每天都要飙 我认为不可能 可是它会慢慢的 在股价上面发酵 它会慢慢的去稳定持有者的一个筹码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认同它的基本面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现在股票是从底部出发 我认为呢 就有大波段的空间 所以我们来看这边 以这一个台胜科来讲 这一波在六月中旬的时候 产生了绝对低档的讯号 就是黄色的三角形 然后出现蓝色的箭头 以王娘怎么讯来说呢 这是绝对低档 刚转强的时候 所以王娘接下来 才带会员下去买 如果你以为买完之后 就立刻涨 买完之后就立刻标 如果你是要从事波段操作 我告诉各位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布局 你将来怎么会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波股票 慢慢的垫高它的低点 慢慢的开始往上突破的时候 王娘相信未来呢 很可能会展开它的波段行情 所以就算它今天下跌 我刚刚说过 我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它营收的成长性 在意的是它整个技术面 低点有没有被跌破 有没有出现实际上转弱的讯号 而不是每天的涨跌 因为价格每天都会波动 而这些波动 大家都把它当作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很容易胡思乱想 可是你越胡思乱想 越不可能去赚到真正的大波段 下一个阶段回来 针对这一个除了波段之外 短线上的操作 我们要怎么进行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满足投资朋友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想知道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广告过后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 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今天大盘的成交量 有1100多亿 你说这个行情 有1000亿的成交量 能够不要做吗 如果大盘现在的成交量 只有300亿 只有500亿 说真的 除了买来等 买来做波段之外 确实呢 它是比较难以吸引大家的一个注意 确实呢 股票在短线上呢 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每个人 都想要赚价差 那既然现在大盘的成交量 有1000亿以上的水准 我告诉各位 我呢就带你们来赚价差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要怎么赚才赚得到呢 我跟各位说 也许有些股票 你真的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涨一大段了 尤其有些股票 你也是不敢买 因为它的成交量 真的很大 对不对 可是 不是每一档股票 大家都要从事 很大的波段 不是每一档股票 你都要去报它三个月 你都要去报它半年 所以呢 我娘会把 波段 跟 短线的资金呢 分开来 也就是说 如果你来跟着我做 那么 有一部分的资金 是做波段的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做规划 有一部分的资金 是做短线的 那就是呢 买完之后 接下来呢 出产以后 再来进新的标的 要把这个部分 资金给拆开来 为什么 因为这完全 是用两种 不同的心态 两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态度呢 下去做股票 那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 我相信哦 不管行情如何波动 你都能够顺应 这一个市 你都能够顺应 这一个行情的结构 那我娘会怎么做呢 我跟大家说 如果以波段来讲 我最重视的是 股票的买点 跟这一个 它整个波段的潜力 当然还要把它的 基本面 未来的成长性 考虑进去 对不对 但如果是短线呢 假如 你又不是要跟它 天长地久 你又不打算呢 套牢 你又不打算呢 这个 这个抱太久的话 我告诉各位 那其实很多事情 你就不用考虑了 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现在 在最热门的股票里面 在成交量最大的股票里面 谁是最强的 谁会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我跟各位说 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工作工具呢 来辅助 那这个工具呢 就是我们的Machine 我们的Machine能够及时提供转强的股票 但是就算它及时提供转强的股票 成交量不够大 它不够热门的 我们一样会把它给滤掉 我跟大家说 王良的Machine呢 是运用人工智慧的高效率运算模拟能力 盘中及时选股 而且速度快速闪电 关键的价位 它是一触即发 关键的价位是一触即发 如果大家还记得 王良曾经呢 在之前代会员买进过这一个红辉 那么在谈红辉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王良所买的股票 过去两个礼拜 我代会员买台胜科 对不对 那在波段上来讲呢 王良有代会员买进 4721的这个美琴码 那么4721的美琴码呢 它因为整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而且在昨天产生买进讯号 而且哦 我跟大家说 它6月份的营收呢 3.24亿 年增率67% 是创历史新高 6月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在基本面上来讲呢 它符合成长性的条件 对不对 在技术面上来讲呢 它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符合低档转强的条件 所以昨天下去买 那你说 今天留上一线做拉回 常常也 买股票留上一线做拉回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看一天 或者只是看两天 那么 在昨天呢 王良代会员买进 八三七四的这个罗生 那今天呢 也亮说 再做整理 但是在最近来讲 它确实是处在一个 这个波段的低档 再加上今年有转亏为盈的可能 所以后续来讲 股价呢 仍然有机会进一步的冲高 好 那么再来 我们来讨论就是 连续刚刚王良所谈的 在短线上来说 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王良之前呢 有带一些会员呢 做当日冲销 当日冲销 因为他们有这个 当日冲销的需求 所以你说台胜科 他做不做 不做 但是呢 有一种股票 就很受他的欢迎 比如说 像331的这个红辉 那如果我今天做个短线 当时红辉出量 6月14号 16块一买完 我就设定 我三天后要出 1 2 3就卖掉了 而且后来它的成交量 还很大哦 对不对 还非常非常的大 那除了红辉之外呢 在做当送的这部分哦 还有一档股票 王良推荐过 这档股票呢 是3406的郁金光 为什么要去讲郁金光 我跟各位说 如果 你要从事的是 短线的操作 今天你来说 有股票涨停满 可是它成交量200张 不然这支股票 又涨停满 可是它成交量 只有400张 我跟你说 你底算也不会充钱 是不是 第一个你买不到 第二个呢 我也不够强的时候 出不掉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这一个成交量 或者是成交金额 要把它放进来考虑 对不对 所以呢 王良曾经推荐过 在短线上 3406的郁金光 你们在节目中也看过啊 316块钱 对不对 当时316块 当天呢 涨停满 那就算现在做拉回 如果你是要做 一个短线的操作 我问你 你会报到今天吗 应该不会 对不对 所以出现讯号之后呢 可能当天或隔天 你就冲掉了 就算没有卖在最高点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后续呢 还有别的股票可以做 所以我会针对 这一个成交金额 还有成交量呢 合并起来呢 前150名 从里头 从最热门的股票里头呢 去选择 现在正在转强的 刚刚开始启动的 那这种股票表示什么 表示它在今天 表示它在明天 是有行情的 今天这个盘在 10500点 你不敢跟股票 天长地久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 这不能够勉强 但是呢 有1180亿的成交量 现在有很多的股票 它就是有行情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除了这个郁金光之外 后边 我有補个一支 这支是合金 而且就是在 你看到的 黄金买讯的箭头 出现的当天的开盘下去买 你如果算是当天你冲掉 还是你把它留个三天 也是赚钱啊 对不对 那以合金来讲 它常态性的都是怎样 有成交量 所以上一次出现黄金买讯之后 123 也是可以赚钱 对不对 如果我们看最近 非常强的股票来举例 我举个例子 以这个6456的GIS来说 在这里也出现了买进讯号 以这一个3515的这个滑情来说 在这里也出现买进讯号 对不对 那也不是每次买完 都一定赚钱 但是呢 透过这个胜率 透过呢 我们交易的频率 透过我们的一个选择 我认为赚钱的几率 可能性跟幅度 会大大的提高 因为我们俩有本讯 所以我会去缩小 这个选股的范围 把选股的范围设定在呢 成交量前150名 还有呢 这个成交金额最大的股票 然后其中的150名 我告诉各位 那如此一来 任何有量有行情的股票 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放掉了 对不对 那甚至于呢 有些股票 如果我原本是要做短线 一般人都是原本要做短线 结果后来套牢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王良又能够去掌握 绝对低档的一个买点的话 绝对低档的转折的话 真的有些股票 当它一飞冲天 当它连续跳空的时候呢 那反而能够帮助你 赚到大波段的钱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呢 你必须要愿意做 你必须要愿意参与 你必须要愿意行动 那这个盘来到一万点 这个盘有一千亿的成交量 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王良讲有道理 你想跟着我做 我欢迎大家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忽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这边上YouTube应通财经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哪裡 看到 YouTube日四點間 線上直播最到時 分析師精準團式解析 隨算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管是自己安賴在一起 投資的制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 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 請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航安全技術人員 定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投資的制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 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 請直播